欢迎回来日轩宗 1974年政府断然停播布袋戏 在全台湾引起了不小的震撼 因为当时的文化工作委员会 要求电视台省剧本 通过了才能够拍 而当时在剧中有一个人物叫做怪老子 讲台语还会加入北京话的卷舌音 被当局认为是影射前总统蒋介石 而藏镜人则是有暗奉蒋经国之嫌 让布袋戏的制作单位屡屡遭到约谈 结果在民国63年的时候 政府忍无可忍了 就以影响农工作习为理由 下令禁播以台语发音的布袋戏 造成了民国64年到民国71年间 布袋戏在台湾的电视频道掘机 也留给了观众莫大的遗憾 一袭雪白淋漪 如生打扮的史燕文 对上以金光照体万恶的罪魁藏尽人 双方大战数十回合 正邪对抗的精彩桥段 在台式播出后轰动全台 造成幻人空巷 连续演出583集 当时观众的情绪 都随着剧情起伏不定 万物的嘴盔宗教人天理难用啊 啊 警告人 总教人当鄉当派生 宗教人当局停车 总教人开车 就是落下水了 早上没有下水了 而且素燕文大七海 所以他们记这些人对 观众认罪 没看到 好 看這個氣勢了 就把那個電視機 那時候是黑白的 電視機 給它錄在壓 等著 等著海底下去 翹課的下午 我們就跑到深山裡面去 我們家附近的山裡面去 我們就說什麼呢 我們就找了一個小土堆高 就說 死葉文就是這樣子跳下去 也不會死 然後還會再爬起來 武功都更高 然後去那邊就大喊說 師父你在哪裡 去找山洞去找 然後呢 我們就被人家找了一天一夜 回去被痛打 陳昭明教授就回憶小時候 和同學們經常拿著竹劍 兩個人分別扮演 史葉文和藏鏡人對打 就連要月考前一天 捨不得關上電視機 還在看布袋戲 甚至科技 科技說 中國民族英雄是誰 寫書院文 寫書院文 還有老師記錄 校長記錄 都記錄就對了 說婚酒有一個書院文 文武相傳 這是非常愛國 又爭氣參天 店主的展望 閻文開不感動 我們同學還寫三個 就是說民族英雄是誰 打敗了荷蘭人 我們同學叫史燕文 然後史燕文的駐守 黑白龍軍駕著幽靈馬車 來趕走荷蘭人的大炮 所以說你真的有好 我們那時候想著就嚇 想著就嚇這樣子 然後只要是壞人 就一定是重驚人 民國五十九年三月起 台視播出布袋戲 造成空前轟動 於是台視起了拍真人版的念頭 製作人依舊找黃俊雄擔任 演員卡斯更是空前龐大 那時候我做製作人 台視的切割就是說 要讓楊麗花 這個愛你 愛你好 因為漂亮 我們才有成功 所以楊麗花的版上 有夠漂亮的 有夠成漂亮的就對了 現在翻牌的專家人就用酒映 酒映也很風洞 兩個人要搭配 要做這個漂亮的 就說這樣很好很好 黃俊雄布袋戲紅到 讓那個編劇 另外一個編劇 他會覺得說 我們用真人來演這個劇情 應該也有八成的收視率 用真人來演演看 這個效果應該是會很不錯的 但是布袋戲中 戲偶聞言聞的對白 強幻燈光 絢麗舞台 爆破 噴煙 這些演出方式 已經深入各階層群眾 所以造成真人的演出方式 一時之間很難讓觀眾接受 戲也跟著提早下檔 空流一恨 不過電視台之後 又推出其他布袋戲 再度造成觀眾瘋狂 大流星 你真不應該殺人 喔 蘇彥琳 我因為貴重心急 所以做出能力擔心技術 是啦 我也不應該發順陽將上人 相貌英俊清俊 性格仁厚俠義 雲州大如俠男主角史燕文 經常表達忠貞愛國的信念 但是卻在1974年6月25日 正不斷然停播電視布袋戲 布袋戲將從原來的每週五次 消檢為每週四次 而且從原來的每次70分鐘 減少為一個小時 我送了很多民主英雄 七季光 七季光的日本上也沒有通過 我來就是爭成功啦 常常說我們台灣的通修國書 也是都沒有過 很多日本都沒有過 經濟性的關係啦 好啊 好啊 我現在就出來講演嘛 布袋戲大師黃俊雄強調 因為當時的文化工作委員會 認為台語劇播出 與當時推行國語運動有衝突 要求電視台審劇本通過才能拍 但每次送劇本都不過 最後只好停播 不過學者回想當時政府的決定 和政治脫不了干系 中國宮那個穿在武林 牠是要去創什麼 中國宮那個小時候過來一看 我咧 頭上那個不是青天白日嗎 光頭 然後穿著藍色不是國民黨嗎 那個不就是 國民黨的一個戰神嗎 來解救史燕文吧 政治上有沒有干預 有干預 那時候也一方面 一干預一停下來完了以後 那個鵝魚就更盛銷纏了 為什麼 原來好像說裡面的怪弄柱 就仿什麼 好像是仿那在講當時的什麼 蔣介石 那在講那種警鈴 那這個動作好像是什麼 在講那蔣經國 他們在推行政治的時候 很多時候有他們的立場考量 所以他們是躲在後面的 或者是用這種怪弄柱 在嬉笑辱罵那個蔣介石 劇中人物 怪老子被當局認為影射蔣介石 而藏經人則有諷刺蔣經國之嫌 結果在1974年6月 政府以影響農工作席為由 下令進播以台語發音的布袋戲劇而收場 造成1975年到1982年間 布袋戲在台灣電視頻道絕跡 1982年後布袋戲解禁 黃俊雄布袋戲再次創下高收視率 只是之後電視環境大變 黃俊雄布袋戲轉戰新興的錄影待見 70年代對電視布袋戲特別迷戀的一代 如今正是35以上至60歲之間的社會中間層 也正是這個世代的努力 傳統民間藝術文化 尤其是台灣本土的傳統藝術 逐漸受到文化界重新的認定與重視 無線電視台開啟了台灣布袋戲的黃金歲月 由此看出無人佛界的傳播力量是多麼的驚人 台灣的電視將走上全面數位化的時代 而無線電視台的角色又該如何定位呢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